为了提升欢迎鄉亲生活环境评级 广乎是领寿开动管来的道路环境的改善工程 最近管理力竞用也在相关单位的背动下 针对到6期分55山以及分65山的道路进行会刊 管理计则600地下道到中南路将近2公里的路段 因为王来乘两座加上道路相关工程的影响 路况是上东麦 所以也希望投给这处路面改善阅位 用上第一时间向好管民更安全的游乐困境 最近管理中间对一道来起来的管道进行路面改善 为处管理中也在相关部会背动之下 对这都现中检查 理中这出 当中分55山中行路经过六百地下道 通告中南路将近2公里的路段 因为共産工程加上王来乘两座 所以路况不是真好 未来中的修正来改善 因为这条路也有很多新人来来去去 所以说是现象还生 因此这条路我们特别优先 虽然经费比较多南部 我们尽量来处理 我们也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 冠军来修复完成 管理中间对今度55山之前已经有进行改善工程 但是因为经费道路的修正费用 就需要将近1,000万 因此在经费不久的状况下 让这段道路没法收到完整的经修 所以这次经由地方民众的欢迎 将会介绍分65山道路的环境作为改善 县政府这边透过开口契约 实际上已经修补了几个路段 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经费 没有办法做全面的修复 透过路修费以及幸福自有的经费 那筹措是不是有足够的经费 来全面的加以改善这个路段 除了柳楼部分以外 为他到达好幸福 苗前的公共和酒美环境 因为年过失效 所以需要经修以及美化 未来我们也将保障经费 来增加休省设施 希望提供给大家安全和美观的休省空间 因为年过所以有很多破坏的地方 我们觉得要让我们民众附近的人 有一个更好的空间 不但好而且安全 所以说这个公共相关的工庭 必须要来做一些美化 做一些精修就对了 分65山以及分55山倒落 因为车流量很大 所以这样不要漏空 也减重影响到哪里 要通往气筒跟哪里的民众 因此管夫也希望可以用最多的时间来改善 快进行让官兵安全和舒适的永乐困境 既然召售人 彩虹波特